這個是Asahi Refinning 出的1盎司銀條 它一凍應該是有20盎司在裡面的 我拿了其中一塊出來 我就不用手碰它了 就不想它有氧化 因為它這種finish 很容易會氧化的 我懷疑是一間日系的鑄幣廠 但是它的資料也顯示它在美國的exposure 比較多 這個是用210多元1盎司的價錢買 當時其他的銀條或銀幣都要去到230-40元才買到1盎司 它是特別便宜的 Premium 很低的 我想是因為它不出名 它的流通又低 那它用這個便宜的價錢才能賣出 那好像這些銀條 當它是一棟20個 它很多時候都會用20個1盎司為單位 來賣給你的 當它獨立一個拆出來賣給你 它可能會去到要270-80元 它才肯拆一個出來賣 因為它的保存就變成好像困難了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分享 請你Like這個影片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會有更多其他的collection 和大家分享的 多謝